梁樹明的《文化三階段論》 或者《三個形態論》 這兩個是一起的,是非常有名 也引起了許多的批評 一般的批評簡單地說 就是基本上認為他太簡化 認為他的說法太過於簡化 那確實是太過於簡化 因為文化絕對沒有辦法這麼簡單地說 但是他的講法又非常有影響力 也非常具有啟發性 我想基本的原因是在於 他是指出了至少當時的 或者至少近代以來 或者近數百年來的 一個西方的中國的印度的主要的面貌 至於他的這個成因 還有他很多沒有照顧到的地方 那當然是他的缺點 他的講的一些成因也不見得成立 但是他所提出的這個面貌 是非常有力量的 也引起很廣大的共鳴 當然也難免會有人不同意 我們光講一點好了 就是原來的 近代的中國人的那種生活的方式 確實是比較悠哉悠哉的 然後面對很多 不管是自然界的 還有社會上的 政治上的具體的問題 並不採取一種 主動出擊的 企圖征服他的 這樣子的態度 那你可以看到這百年來 大為改變了 譬如說今天中國大陸 中共的方式 我覺得他不少 就是很多人 中共的對話 也參與老祖宗 他是獨家獨家的 獨家獨家獨家的 獨家獨家 獨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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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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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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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跟民主的態度都有一個比較強的主體性, 穩固、確定自己的權利。 這裡面有一種主客分離的問題。 梁樹明認為西方現代的科學、理性、資本主義, 都會有一種主客分離底下的物化和異化。 而這個物化和異化的問題, 我上次也跟諸位說過, 其實西方的許多偉大的責任, 包括像Heidegger和梁樹明所舉出來的責任, 所反省的西方現代文明最根本性的問題。 諸位如果比較了解資本主義的話, 也會多少大體會認同, 這是他最根本的問題。 所以別看他這麼簡化的說法, 講起現代西方是相當有力量的。 那講起中國的這種態度, 就是好像一切都比較內外主客, 都比較持中的、混融的。 這些種種種的態度, 也確實是如此。 印度也有很深的研究。 這三個基本特質說, 雖然是沒有辦法避免過度簡化的批評, 可是確實是把文化的一些蠻重要的根性講出來。 與我還說駕駛何話能達或謎old 毅! 我懸説他們達然的想法 Das sound. 民事物評論了ica。 《順序》 中國和印度的批評 他該有的跟人的關係,乃至義務種種,確實有手不足 近現代中國確實在補這個課 印度也在補這個課 補了這個課之後,會不會反過頭來,自己原來文明的精神就喪失了,或產生矛盾了? 確實也產生了 歷史或文化是高度複雜的東西,不會只有單一的面向 但是他的這個說法是有力量的,有建立的 也是會不斷地被人討論的 現代的討論比較少 因為當代的學術很反對這種高度簡化的東西 當代的學界把東西搞得如此之複雜 動不動就是幾千篇,幾萬篇,幾十萬篇的論文去分析它的複雜的各種各樣的變化 當代的學界把東西搞得如此之複雜 其實也反而講不清楚 就是太複雜了 就是太複雜了 簡單說 複雜到大家就搞不清楚怎麼回事 其實也不行 所以因為當代的學界也有點偏見 梁宋明的模式是太過簡化的,這個沒有問題,確實值得批評,但他確實有他的深刻而有力量的有所見,這個所謂的文化的三個錄像跟三種類型。 他認為第一種錄像會產生許多的問題,尤其是在倫理上產生的問題。 人也當作器物,就是物化、意化的問題。 他認為在道德上,在倫理上是不好的,因此中國沒有辦法回到這個路上, 就只好依然在中國原來的那個方向上,希望用一種積極有為的態度去處理。 那西方紀念代,我們必須要學習的科學跟民主,這些事物,一定程度上也確實準確地預測了中國的走向。 因為中國畢竟沒有走上了自由主義的道路,而是社會主義的道路。 那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道路,確實是沒有走上像資本主義那樣子的凸顯自我,凸顯各類的道路。 那是個人的,向前攫取利益的動力。 反而訴諸的是一種集體的倫理性。 那確實也是如梁樹明所準確地看到的, 當你從一種集體的整體的那種倫理意識, 中國近現代的革命是一個非常強烈的一種,提出最高道德的那種集體的倫理意識。 要求每個人的無私無我的奉獻, 使得為全人類的無在階級、所以, 使得為全人類的無所謂階級、受壓迫, 之後,國內人的民主, 以為全人類的無私無所謂階級。 或其他人的無邪或全全民的無所謂階級。 以代,要求全人類的無所謂階級而被壓迫, 依旅無所謂階級而受壓迫。 都處於一種不清楚的狀態,科學也無法進一步的釐清,而且那個所形成的意識都是比較浪漫的、渾輪的、巨大波濤潮流的、巨大波濤潮流的、非啟蒙的意識。 是一種強調個體意識的、理性化的、理智的、戰鬥的、向前攫取的、這是現代性的、基本的形態、追求個體的最大的利益的、這些種種。 他本來認為是不可缺乏的,不走上這條路不行,但是也很快地認為這樣確實還不是中國的路子,中國的文明已經早熟了,已經過了這段回不去了。 所以他後來更明確地講,我們還是要走自己的道路。 他的鄉村建設其實就是儒家的路,儒家的現代化,是用了那一種家族倫理,人跟人相親相愛,大家集體奮鬥。 而他的基本的單位是家族跟鄉村。 那這一點上在近現代的中國的內憂外患、遍地軍閥、還有日本入侵的情況底下,不夠力量。 其實是很有成就。 他在山東的實驗是,可以說是相當成功的,但他擋不住日本侵華的力量。 那要擋住日本的侵華,必須要一個更大的集體。 那或者是國民黨式的民族主義的集體合作。 或者說是共產黨式的那種受壓迫的工農無產階級。 一切受壓迫者的大聯合。 那就變成一個巨大的農民革命,土地革命,工人革命。 那這樣才有足夠的力量去完成中國的建國大業。 那figurantide 楊宋宋寓寓定 varying game,給ание革命。 層空間包裂是ń視臨的不複雖あっ beste的家庭。 多麼具 Essaye Superiya Big Air gaprobate 很多為到打工 Pelria,而在手通偷無貯陋。 優時庭有 della разв��ヤividuali 無迫之 kant起, 與湯、文武、周公 梁淑明 以中產階級、自由意識、自由主體、爭取個人的經濟跟政治、社會最大利益為主 自由民主運動 梁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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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適之,也必須接受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成分。 中國近現代的啟蒙,其實不是真正西方意義的那種啟蒙。 他只在第一階段講進了科學民主,然後產生劇烈的反省。 像陳獨秀,大談科學和民主。 胡適之,個人的自由和異卜生主義,解放這些種種。 然後解放之後,很快就轉向各式各樣子的一種集體的主義。 梁樹明 梁樹明 一方面認識到這個新的東西的重要性,就是啟蒙思維的重要性。 但是很快的,他這個差不多就是民國十年左右。 所以從民國四五年到十年,大概中國的啟蒙的榮光, 民國八年之後,尤其五四運動之後,全部都轉成社會主義了。 幾乎全部。 所以真正的,全面的自由主義和科學主義,就是德鮮跟賽鮮的, 如其西方原來的樣貌的, 來自信通過和中產階級在藉上的自由的知識分子為代表的時間。 梁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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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的發展三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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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夏商周三代 就有天下型的國家 的產生 極其發達的一個政治體制 因此他必然會以政治 和倫理問題為優先考量 在這個情況底下 個人的權力 對自然的征服 還有經濟的充分發展 事實上對外代人 是第二億的次要 西方 西方 西方的情況比較複雜 各個階段不一樣 中世紀 宗教比較發達 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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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他有一個大的聯盟, 在他領導底下,與波西戰爭。 他有一個政治聯盟,但他自己的政治規模相當的小。 因此,相形之下, 梁樹明所說的那種科學、民主義的東西,是比較發達的。 他的宗教,也沒有那麼發達。 因此,這個沒有現性發展的必然性。 從歷史上來講,這個現性論是有問題的。 這是個理想的現性論,不是一個實際的現性論。 而是,各個文明在他面對他的需求, 有各種複雜的地理、氣候、周遭的因素,沒有疑慮的。 梁樹明的模式,在解釋文明發展上來講,是不成功的。 但是,他在提出幾個文明的主要的模式或類型上來講,是有力量的。 文明的發展,遠比這個複雜的多。 我們史學家在講歷史發展的時候,要考慮的因素是,那可是上窮碧落下方前。 考慮的因素可多了,不是這麼單純。 雖然即使歸納出幾個主要的因素,也沒有這麼單純。 雖然如此,他是一個大思想家。 他幾個模式是,確實抵出我說,至少是近世、近代的中西印的一個主要的面向。 而這個面向有持續性的影響。 這個影響,一直到今天,都依然還在。 梁書明所講的西方,主要是近世、近現代的西方。 然後這個西方,他就上溯到希臘。 然後把中世紀,他先往旁邊一放,他討論得很有限。 這一定程度上也是事實,因為從文藝復興以來,叫做古學的復興嘛。 是他的那個基調,或者主調,是越來越走向了希臘的。 事實上所謂,更正確地講,是雅典的。 這個文化。 那主要知道雅典,事實上就是現代西方文化的一個原型。 從這裡擴大出來。 梁書明預言,西方會第一條路已經急發達,然後底下會走到第二條路。 因為他受不了自己的這個,這個所謂人情交薄啦。 人為人變成物化啦。 照我的話來講,就是物化啦、異化啦。 那這些種種太多的功力算計,人心所不堪啦。 反過頭來,他必然要重視像第二條路的這種情感。 人生、倫理這些種種。 沒有錯,西方到目前為止,還都並沒有走過來。 哎,而且事實上目前的情況是物化、異化、物異化,越來越嚴重。 梁淑明 兩千多年的文明的轉向 文明 文明 蘿馬文明 也沒有辦法轉型 最後就消亡 羅馬文明 也沒有辦法轉型 最後就消亡 最後就消亡 中國文明的基本形態 依照我的分析 從它華夏文明 從開啟到 整個帝制 一直到今天的 不管國民黨、共產黨 它基本的文明形態 其實核心並沒有改變 它始終是 一個以政治跟倫理 還有政教 這種整體的 理論上來講 扶子 為主要 他必須要處理對象的一個文明 所以沒改變 梁淑明 認為他必須先回去補課 也就是補一下 最後他也說必須要回到第二條路下 中國的這個路下 沒有改變 印度也沒改變 所以梁淑明的這個 三階段的線性論 發展論 是很理論性的,很有問題的 朗尼 這張文明 魔術 魔術 使其經常 非於是 有解 那張文明 從 你 教練 審 那三階段 明明 有